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遠餐摘急便 今天很開心為大家做一輯很特別的節目就是遠餐快信 今天是針對這個2020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裏面7500萬的撥款 專是為了有吞煙困難的老人家提供遠餐服務的一個新的提案 去做一個特別的訪問 今天我們邀請了有份量級的人馬一起接受我們今次的電話訪問 不如我們馬上看看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香港大學吞煙研究所所長陳文琦博士 Karen接受我們的訪問 Hello, Karen 你好 你好 針對這個撥款上高 你會覺得這個撥款可以怎樣幫到現在有吞煙困難的老人家 甚至你有什麼其他的想法呢 首先很高興有額外的資源給有吞煙困難的長者 因為他們真是其實現在面對他們吞煙困難的時候 那個支援可能都真是未是好足的 知道可以有更加多的撥款去幫助這班朋友 一定是一件好事來的 希望在接下來政府真的開始撥這個資源 那些服務單位的時候 都可以給個自由度的服務單位去決定 哪一個長者是真的有需要去吃一些特別的食物 去幫助他們的吞煙困難 因為都知道現在雖然我們都知道院舍裡面 或者日間中心裡面都有很多長者是有吞煙困難 但是未必個個都能夠有一個很全面的 熱氧治療師的評估的 那在未評估之前 他們都仍然日日要吃東西的 那希望在就算他未評估到 但是院舍的照顧者都知道 他真的有需要吃特別處理的食物的話 他們都能夠有機會 是可以用到這一筆的資金去幫助他們 那同時間都希望更加多的業界的朋友 是有興趣去發展更加多不同類型的 對吞煙困難適合的食物給他們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時候看報紙 看電視都知道 有吞煙困難的長者有時候要吃一些午餐 而那些午餐又不是那麼帥 又未必是那麼好吃 那希望現在既然有額外的資源的話 吸引到多些業界一起去發展一下這個項目 變成長者就可以有更加多的選擇 因為現在在照顧吞煙困難長者那裏 照計就是應該是找燃養治療師幫助的 那都很開心之前 都開始現在有燃養治療師 可以去到院舍服務的了 那不過可能都真的還未夠這個服務 未必真是個個有需要的長者 都可以很密地去看到燃養治療師 那所以除了真是照顧這個食物那一方面 可能都要真是在那個燃養治療服務那裏 要作出一個配合 那變成可以是一個全面性的服務 它是一個很好的資助 就不是單方面說 我給了錢給你去買東西吃 就打算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那都很感謝剛才陳文貴博士為我們的介紹 剛才都說到如果真正要去落實 軟餐的話 這個機構都要考慮到怎樣去做評估 我們都知道過去這幾年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都積極推廣 而養飾食、長者、軟食這方面 我們這次很開心就請到了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會企業的中心裏面的Jessica 為我們做一些訪問 分享一下他們對於怎樣去推廣社區這方面的工作 那我們馬上看看訪問吧 我們都歡迎這個措施 因為我想我們過去幾年 社聯透過我們樂力科技的平台 還有我們每年都搞我們的GIEF 樂力科技展都向公眾說 關於餘餐的需要 獎者偷競困困難的需要 但是我們知道一直以來 袁姐其實很多時候都用自己的財政開支 或者家人都用自己的開支 才是可以滿足這個需要的 這次政府他們是一個叫做經常性撥款 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撥款 即是以後 樂力科技展都可以有一個額外的預算 給他做一個獎金元餐 我相信這個都是可以去幫到我們的業界 去提升我們的獎者的任職質素的 現在樂力科技展我們從2017年就已經推廣了 食物方面都已經講一些獎者 他們吞煙、嘴吞困難 其實他們吞不到的一個樣的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訪問業界 究竟他們目前的狀態是怎樣的 在去年的7月期間 其實我們在做一個調查 在去年11月我們都公佈了 訪問了百多間軟社 另外一邊我們也有訪問一些個人照顧者 其實他們在家人或者他們的軟友 有差別的困難的話 他們是目前遇到什麼狀態呢 其實當時我們發覺那個需求很多 因為軟社那方面 首先他們說原來他們現在都有超過50% 一般來說他們軟社的軟友 都是會有不同程度的咀嚼或者差別的困難 他們以前是沒有那麼多的 我們現在說軟友可能隨著他們年紀入獄多時 或者在那裡留獄都越來越長時間 現在可以做的只是用那些一般的股餐給他 但是大家都知道股餐有時候賣相不是很好的 我們的調查反映 他們說原來都整個六成多 曾經遇過的狀態就是六成多 軟友見到那些股餐一般的股餐狀態賣相不好 所以他們拒絕信聖聖 然後可能要倒了 然後就會影響了軟友的營養 所以在我們的調查裏面 其實那個需求都很多的 六成多七成我們接受我們訪問的軟社 他們都說他們很想學求這些不同的技術 支援 財政的support 去幫他們可以製造一些更加好 賣相好一些 和更加好的一些預算給長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相信我們界別都有很多不同的 包括他們怎麼猜猜 和很多不同的朋友一起去推廣 和政府去說一件事 當然其實我們都有數據支持 這個需求都很大 這次我們都看到政府 他可能了解到軟友的訴求 都回應了 對於政府怎麼去落實這個 7500萬元的撥款 其實假設他們真的要去落實這個撥款 應該要做一些什麼的工作呢 第一就是我們知道不少的軟社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不是很多軟社有這個知識資訊 去知道坊間有些什麼市場去提供的方案 一些入籍方案 譬如有一些是熟食的可以是 有些是本身是預先包裝的 或者可能有一些是 有一些特別的可能軟化劑 幫他們是可以做到軟食 它可以向外面的供應商採購 我們亦都可以有些方法去學習到技巧 自己在廚房裏面做 我們這個需求大 但是其實我們業界裏面的同工 其實他有沒有這個知識 知道市場上的資訊 這裏我相信政府需要加強的 除了社聯我們這個做長者院成 其實我們這幾年推廣之外 我想都需要更加多的科間的不同的朋友 去將資訊發放 如果不是我們就叫做有需求 但是不知道外面究竟有些什麼去提供 那就會有一個距離在 第二 其實我們過去都幾年發現 市場上開始有多了不同類型的產品攻擊 但是大家對於一些軟差 那個叫做軟不軟 硬不硬 那個叫做質感 那個定義是很不同的 就是你覺得這個是它夠遠的 那個可能不是的 可能其他二少師可能不是的 如果參考回外國 比如海外有一個叫做IDDSR的 日本也都有的 那按著一些不同的程度 按著那個長者那個吞天困難的那個需要 其實它應該吃些什麼呢 現在我知道大家各思各法的 將來是否需要同一些 和這裡是否應該不同的出疫人士 營運治治療師 醫生 營養師 社工等等 去一起去合物一下 令到大家都知道 我這個老人家 它適合這個倒數的 這一種量的食物 那就令到 將來我們的院舍 無論去採購成本 或者它自己做都好 都有一個參考指引 那這兩點呢 當然政府現在去提供一些 叫做資助是很好 但是至少剛才那兩點 包括譬如教育 培訓 和剛才這個 剛剛說的那個叫做 標準那方面呢 那個標準上面 都仍然有不少功夫要做的 嗯 沒錯啊 我也很同意Jessica你的說法 剛剛也說到一些指引 培訓 教育真的很重要 希望將這個院舍 就可以盡快落實 帶去比市場上高 有需要的老人家 和有吞咽困難的人士 這次都很開心 可以聽到業界不同的聲音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平台 其實我們院餐盒 一直都為社會各界 提供不同的社會資源 包括一些教育的教材 一些院餐學堂 為照顧者和他們的家人 提供有關遠餐 和吞咽困難產品的一些服務 和資訊 希望大家一直支持我們 帶領遠餐新潮流 好 多謝你們 拜拜